今天我们来讲合合法 祈求婚姻服役法 首先我们用符纸画一张婚姻合合符 我们可以用红纸末书 然后将合合符的符图 就是旁边的合合符的符图 云头就是语字头 鬼角飞个鬼 然后是天合合 一样的地合合 人合合 月合合 日合合 天地合合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想思 合合 马 这个就是我们的合合符 然后呢 用这个合合符和三片桃叶 加两片柳叶 柳树的叶子用红布包起来 然后戴在身上四十九天之后 然后埋在桃树或者柳树的树根下面 不要让别人知道 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们也可以画在纸上 用火画在水中 点火把这个符画在水中 让对方喝 也可以用箭纸画在食物上 或者水中给对方服用 比如说你这个水也可以用来包水饺给他吃 也可以用来包汤给他吃 都可以 那配合的助于 天经地经 日月之经 天地合其经 日月合其明 神鬼合其行 你心合我心 我心合你心 千心万心 万万心 亦合我心 然后在床的对角 床脚底下 床的对角 就是床对角 这样对角的 床脚下 各压一张五雷符 然后呢 九份值钱 这个值钱呢 它是一种 就是我们烧画的这个钱 后面会有图片放到上面 在床上绕三圈 然后丢在墙角烧掉 丢在墙角烧掉呢 最好是丢在哪里 丢在西北或者西南角 都是可以的 西北或者西南角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就为这个房间啊 驱邪进化气场 那如果说这个俄伯服 对方他已经不回来了 他已经不回来的情况之下呢 你要怎么样呢 就是说 你能够让他回来吃一顿 就是说你用这个符纸烧化之后 这个水 烧的 煲的饺子 或者煲的汤 或者说是 你用这个剑纸 剑纸啊 用这个剑纸 在他的食物上画的 让他要吃这个食物啊 然后呢 那就是说 他不回来 那你就用上面的那个方法 在自己身上 待49天之后 买在桃树或柳树的树壳下 好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种啊 第一条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条啊 这个符纸化学或剑纸化在食物上 啊 然后呢 嗯 你们完成这个合合啊 然后第三个 我们可以怎么 念咒语 赤天 合合 赤地 合合 人合合 鬼合合 思想合合 急速合合 天皇皇 地皇皇 某家的女子 某某某 剑某某某 就是说自己的名字 啊 或者说是 就是对方 就是要把对方召回来 要合合的两个人的名字 就是某某某 剑某某某 啊就是 旧爱 三招不见 泪落风风 七招不见 周范不吞 1234567 7654321 数字念三次 准 五分 太上老金 即即如日 令 令 令 一定要声音比较的 令定性的那种声音 啊 如画七张 用刚才的合合 佛画七张 黄指 朱砂 就是用这样的黄指 用朱砂 红色的朱砂画啊 床头 烧一张 床尾烧一张 就在你们那样 床头烧一张 床尾烧一张 神坛前烧一张 那家里如果没有神坛的 啊就是说 你可以 朝着这个天地啊 天地啊 天地啊 然后去烧 那我们也可以说到 道断 三清老祖面前去烧 啊 去烧 然后呢造军前烧一张 就现在的煤气造前面 烧一张 门口烧一张 啊就在哪个门口呢 在我们曾经住过的 啊这个房门口也行 啊在我们 比如说婚房 就是你和这个人住过的 这个婚房的啊 啊这个大门口烧也可以 就是呃 这几种方法呢 呃 大家可以说去呃 选择来使用 或者说是来配合 来使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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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